爆發了一個多月 加薩死亡的人數超過了1萬1千人 遭到哈馬斯挾持的200名人質 依然身處險境 以色列民眾對此走上街頭 抗議政府消極的拯救人質 要求立刻停火 為了要避免更多的人權爭議 以色列國防部宣布 將協助受困加薩西法醫院的嬰兒 轉移到安全的醫院來治療 齊聲高喊口號 反對戰爭 手持立即停火標語 以色列首都特勒威夫11號 出現一霸衝突以來最大規模的示威 民眾在中央軍事總部前 高舉人質照片 抗議政府消極拯救人質 我們在這裏抗議 我們在這裏抗議 對我們在這裏抗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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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哈馬斯和加薩斯坡 適逢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停戰日 英國倫敦有30萬人上街遊行呼籲停火 同一天在美國紐約和西班牙巴塞隆納 也出現抗議活動 一些示威民眾與緊急發生肢體衝突 向農暴發激烈交戰 哈馬斯宣稱在過去48小時 重創以色列國防軍 摧毀160個軍事目標 宜君則表示 哈馬斯已經失去對北加薩的控制 民眾帶著家當逃離加薩北部 當中還包括一名才出生6小時的嬰兒 加薩最大的西法醫院燃料和電力已經消耗殆盡 導致兩名躺在保溫箱的早產兒不幸夭折 另有37名嬰兒的性命危在旦夕 消息一出以色列火速宣布 將協助轉移醫院內的嬰兒到安全的醫院 避免引發更多爭議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曾表達 戰後將交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接管加薩走廊 並示警以色列別再佔領當地 但遭到以色列總理納坦亞胡反對 強調以色列應該要有能力 隨時到當地誅殺可能危害以色列的恐怖分子 記者綜合報